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市场对于全球央行年会当中 有一些不确定的论调 现在是全部一律消除了 但是对于未来美联储的政策识点 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表现 还是会有一些担忧 那么能源价格未来 还将会如何表现呢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冬冠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博光先生 三里下午好 第八您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全球央行年会 鲍威尔的论调是终于落地了 那么与欧洲央行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当中 已经是暗示欧央行在短期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小 现在这两个观点看起来是比较相似的了 而韩国却在8月26号的时候决定了加息 那么投资者该如何来理解 不同的市场当中这一些的分化 您认为这种分化的趋势 还会不会在未来愈演愈烈呢 好的我想对于全球央行年会 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先生 基本上他是以扫音多歌的一种言论 那么或许我们原来推敲的状况都是正确的 也就是一定要预计到大概到9月的FOMC的会议 大概才会有一个定论 那么也是属于一种符合市场预期的一种情况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早先从欧洲央行的一个会议 纪要里面其实已经发现了 就是说已经让我们找到一个固定的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从欧元区 它7月份人员的一些因素去带动 整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去超过2% 但是其实从核心的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确定是两个月呈现下滑的 显见的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从疫苗的一个高尸大率 或是一个疫情的一个管控放松 那么可以去帮助制造业以及服务业 它的一些恢复的状况 但是其实疫情的一些状况 事实上是远高于预期的 尤其是我们去看到从制造业的PMI也好 是两个月的下滑 以及服务业的PMI 它有一种足顶的一种现象 所以说欧洲却没有办法去达到 一种加起一种条件 那么从韩国来看 其实前期从芯片 以及对于船运海运的一些涨价 其实去帮助引领了 整个一个韩国的经济复苏 但是低利的环境 配合了通胀的一个压力 其实我们看得到 韩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其实它就是在于高企的一个房价 以及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等等 那么就让了整个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体增速也连续高达四个月了 那么超过每个月央行的 2%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居民的一个杠杆 以及高的通胀率叠加了 不管是从金融一些风险 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一些隐忧 我想这是韩国央行的 它加持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尤其另外一部分的话 就是韩国明年要大选 包括央行的一个行长的 其实他任期也到期 我想如何去抑制这个高通胀 以及居民的高杠杆 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韩国的 一个议题的部分 当然除了韩国之外 我们可以看得到 新市场其实在部分的一些经济体 都是产生一种加急的状况 这种抗通胀 其实担忧整个的一个经济隐患 其实还是以待经收水 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虽然美人组主席包裕 在这个全球样号年会上面 去表现的比较鸽派一点 他也是作为一个7月份 FOMC会议的一个基本定调 是不太去改变的 那么包括了不管是就业改善 也好或是一些等等一些言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更强调的是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说这不确定性叠加了 不管是从密西根大学的 消费者服务价的一些指数 其实滑落一些状况 那我们就要去开始去想一下 这个Delta病毒 其实他未在消退之前 其实对于美颜储 对于收水始终都存在一种难度 如果这样子下来的话 我想市场的担忧 又会开始从什么方向出发 又回到了美元 美国十年级公债 以及市值利率 以及通胀预期 这四者之间的关系之中 那接着您现在刚刚说到的这个话题 刚刚您已经是给我们大致是描述了 现在一个全球的一个客观宏观环境 那么看到现在新兴经济体的 这个外溢效应需要关注到四个指标 那么投资者该如何来理解 这个当中的关系 尤其是像在当前 这个Taper 缩减买债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 美元的走势也有些偏弱 那您认为大宗商品 以及贵金属等等这些商品的价格 是否会再度上涨 而且通胀还会 在现在的基础之上 还会加剧吗 好的 我想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从美元 或是美债十年期的公债收益率 实质率等等的这四方面 其实我们知道是一环接的一环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美元还是保持一个充分流动性 充裕这种状况 尤其释放出来的美元流动性 无论停留在美国自己本土 境内以及到外溢到海外两种 那我们可以从美国本土的部分的话 其实从美联储持续 不管说每个月购买固定800亿的国债 以及400亿点NBS 就是1200亿的购债计划 那么也意味着整个美国的需求 其实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稳定的情形 但是这种比较稳定的情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美债收益率确实产生一种下滑 也意味着整个资金回流 有回流到美国的一些状况 当然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去比较了 失职利率的一种关系的话 其实也是拖累了 整个美债收益率的原因 当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美元如果是有前期走强 到现在修整 以及包括美债的一个利率往下 其实这种回流的这种意愿 我们会想过到底是往什么市场 其实债券利率往下 其实它可能是往债券市场 固定收益型的一种方向去出发 而非风险资产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时候 当然要结合到海外的一个利率来看 我想结合到海外 扩大在美国相关一些 与美国相比其他一些国家 一些利差的部分 就像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突出了一种负利率 以及正实际利率两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外溢的一些美元比较多 当然的话 美元自然上涨会会发力一点点 相对来讲反而去利好一些 其他国家的一些 一按的一些货币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全球央行年会发布的时候 其实美元指数是下跌了 那么显现了透这样的一个刺激 那么其他的货币 像是澳元就是属于上涨的 那么另外一部分 其实这种收益率还是隐含的 有一种通常预期的一种关系 那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若美元那么这种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当然是这种流动性 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泛滥的一种情况 而这种预期的话 其实大宗商品的话 会有一种冲高的可能 但是其实它不可能 会像这个年初的时候 这样子一个这么好的一种现象 可能会稳定在一个中止的区间 那么未来我们值得注意的是 从这种内生动能的一种改变 那么当然可能会帮助整个的供应链 都产生一种比较缓解的现象 供应链的一个压力 那么去下的话 其实对于潜在的一些帮助 那么也是有 总之短期 我们讲在这个美联储 TEMPER它不会去实施 那么流动性还是有可能 去刺激这种风险市场的话 我想股市楼市 其实这种是 一般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还是 继续有一种畅旺的一种感觉 但是其实如果过高的 一些通胀水平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回来看 贵金属这个时候又会不会产生抗通胀的可能性 这个鲍威也只是透露说 在今年 在这个年底之前 会有一个TEMPER的一个行动 但是具体到什么时候来执行的话 我们也是要拭目以待的 那么接下来再说到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好了 最近看到也是这个价格在持续的走高当中 当然了也是随之而来的是 这个天然气旺季要即将到来了 想问一下您的观点了 您认为这个天然气的价格是否在未来还能够继续的坚挺 而投资者的思路又该来如何把握呢 好 都想供需错配 还是天然气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 那么当然价格涨幅最大是在于欧洲地区 从工底端去看的话 其实就像是那么汽田 其实它这个产量下滑 以及加上这个买方的竞争家具 以及地缘政治等等 以及因素都会产生这样的状况 当然需求部分 如果我们从经济重启或是高温天气用电量上升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会对于整个一个供给的部分来讲 会有所扰动 但是无形之中 其实供需错配这种力量 其实应该是体现在各国的一些 在于能源政策 也就是绿色能源的部分 其实到目前来看 如果大家都倾向于绿色能源的话 那么当然短期用天然气做了一种互补 以及对于过度的一些理由 那么使着这种需求去上升 其实对于一般市场来看的话 每年的四到九月 大概都是天然气的一个淡季 那么它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种加库存去补库存的一种力量 那么但是当这种错配情况的时候 那么产生了一种淡季不淡的话 其实当经济恢复 那么大家对于旺季来临的时候 是不是对人旺季很旺呢 那么大家就会想说 天然气这次对它价格会得到一种支撑的一些力量 那么当然我们还要更注意去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一方面其实对于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时候 其实它会加大替代能源的部分 那么短期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 已经有很多一些声音都倾向于往煤炭去发声 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话 就是天然气价格上涨 我想对于整个加重能源支出 对于通胀也是一种潜在性的威胁 那么如论如何呢 其实在于供给的一种扩大 那么我想对于整个天然气价格 其实在这种快速上涨过后 其实未来要再快速上涨 经济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那么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全球气候如果是变暖的话 其实大家关注度的话 还是在于各国焦点 就是到了清洁能源的部分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部分的话 其实对于不管是从碳达 从碳中和这个观点所提出 那我们看到过渡能源和再生能源 两者之间接续 那么当然短期是由煤炭做 这种石化燃料作为取代 但是的话这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那么长期我们其实要看一下 能源安全或许这样一个话题 会再度得到市场的关注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这个8月的月尾了 那我们回看到7月的时候 中国央行是缩表了大约是1万亿 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而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两年平均增速是环比略有下降 那么您认为 这个接下来货币政策的发力点 发力空间会在哪里 而展望接下来的9月的话 您觉得投资者该怎么来看待市场 而且您的建议有哪些板块 是可以让大家来期待的呢 好 我都想对于7月份的话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确实有缩表约万亿这种情况 那我想主要是因为公开市场操作资金回容 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等等一些到期 所产生一种因素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通过当月的一种降准 以及释放长期一种资金出来的话 所以说缩表并未对流动性造成过度一些紧张 还是保持一种宽松的状况 但是其实对于企业一些贷款 或是一些投资意愿 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企业对于利润一些边际好转 来做方方面面的支撑 那么可以从7月份的一个规模 规模以上的一些工业利润值来看的话 其实差异的一些结构分化还是比较大 而这一部分其实堆高的大宗商品 一些价格它有一些差异化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差异化 其实对于他们的利润会朝向上游去集中 而中下游其实就受到了这种压力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其实体现出来就有点这种结构性的一些现象 当然整个工业增加值的话 其实同比比上个月6月是有一种回落的情形 那么累积了一些1到7月每百元的一些成本 营业收入里面所占的一些成本 其实它是较上个月有点回升 所以说这种量减价增 其实对于企业来讲有一种压力状况 那我们再从采购经营的指数来看 其实环比是有点回落 那我们可以看到应充上还 以及对于平均的一些回收一些天积 其实环比是增加的 显现的经济好像有点是从这种主动去库存的 有点开始变成被动去库存的一种可能性 大家必须要值得去关注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目前产业压力比较大的是在于中下游的部分 我想未来的货币政策 其实它有存在一种比较宽松的一种机会的话 应该有可能会往这样的方向去倾向 去倾斜的一种帮助 那么早上9月 其实我想目前整个一个全球 不管是从货币政来讲 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宽松的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其实下半年来看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维持货币 以及财政发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了 在投资的一个三驾马 在三驾马车里面 其实不管是从消费以及投资 未来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新焦点的模式 而这种长期性的一种 再到一种程度 或是细分领域的生长 政策的催化 其实就是关注的焦点 那我们想取例 比如说钢铁 或是在工程基建 以及对于电机设备等等 都是可以值得关注的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钢铁 就想问一下您 现在最近无论是美国也好 还是中国内地也好 基建其实都被频频提及 而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钢铁行业 是不是也和这两个地方 就是近期的政策 财政政策来相关 而投资者可以从哪一些方面 哪一些角度 去观察这个行业的发展呢 好 都想对于美国 其实两院目前积极的推进 部分有3.5万亿美元的预算 以及约1万亿美元的一个基建法案 其实对于基础建设的一种 投资的方向 其实我想财政投入 是帮助整个基础建设 发展了一环 当然同理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 中国大陆不管是从这个地方 债的一种基建 其实它也是一个资金来源的部分 那么对于前期的发展速度比较慢 我想从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其实定掉了未来发展的一种速度 有望去做一个提高 那么相对的对于基建的一种情况 其实大家可以去 开始可以去得到一些比较保障 以及加速的地方 那么可以从这个中国大陆 这种基建相关的行业 有可能会得到关注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大家直觉的去想到 那这个钢铁的话 应该来讲在里面的环节是 一定是包括在里面 所以说对于行业研究 其实我们关注一定要在量跟价 两者之间的变化 如何去从电量之中 去寻找投资机会 那么如果以这个钢铁油做范例的话 其实从量的一个角度出发 在需求部分 当然基建发力也好 汽车或是一些零售 那么以及对于家电这种 如果要忘记 其实都可以得到一些支撑 那么如果是在于供给端的话 当然从现产的部分 以及企业需要去压缩 下半年一种粗钢生产等等 供给都要减少 另外一个当然是价的部分 价的部分我们可以从现产的部分 推动这整个一个钢架的一种表现 当然现产也可以去倒压 整个牛油的价格 那么能够使得美顿的一个利润 能够扩张一点 那么总之的话 其实虽然整个一个钢铁企业 成本端还是比较受到 入管用铁冠石 以及焦煤的一些大宗商品的一些影响 甚至于会影响整个的 企业的一些ROE的一些指标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么这一些的话 其实在2021年 那么在于整个一个企业 钢铁的企业营运开始会比较好的话 未来整个的一个ROE的一些指标 以及持续改善 甚至于财报 其他毛利率上升 那我想对于这整个的一个供需 还是有错配的现象 这个时候其实我建议大家 可以从国外的一些 国际上面的一些 那么主要一些钢铁企业 他们一些表现的情况 那么来做相互对照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做整个一个行业 未来期待的一种追踪 那么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 我想投资人不妨可以多关注 一些价量一些变化 把这些去当做整个价格 以及承接量之间 两者博利一种优异 那么如果我们用相同的方法 那就变成 我们刚刚上一题所提到的 不管是从 除了举例以钢铁为这个 去分析论点 当然从工程机械 以及对于电器的一些 电器的一种设备 我想这样子的话 比较的其实都可以用 与此类推 同一可振的一种模式 去做研究 好的 非常详细的分析 非常感谢这一时段 杨博光先生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的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